今天新竹最大的地標就是巨城 我巨城就算虧錢我也要開 因為我就是要讓新竹人知道說 我有這個野心 我認為很多人批評我都是因為他們不瞭解我 不可能每一家都是賺大錢 他有些點就是來打廣告 有些點就是來招募 我是擺地美髮 陳寗 歡迎光臨擺地美髮 沒有 我是廢物一美髮 爆紅的應該就是 我關心路那邊開店那個辣妹洗頭 我朋友就有一次就很熱心 他就帶了兩個爆爐的三個來我們開幕 他們就把他拉去後面洗頭怎麼樣 他就隨便拍一拍 也沒有找專業的攝影師來拍 然後就突然就爆紅了 快錢賺得到錢 那沙龍是學得到東西 那兩者其實都有利弊 那我創業的理念就很簡單 我把我這兩個地方的環境 的優點合起來 今天你要開幕 你一定要高調 因為你不高調 沒有人知道你開幕 哈囉 隊長 還好嗎最近 還不錯啊 很忙碌 老闆不太需要一直出現 因為員工第一個壓力會很大 第二個會變得不自然 所以我個人是沒有很喜歡去巡店 從以前到現在 我很喜歡去了解時尚 了解比如說一些品牌的經營 先學習別人的行銷 然後慢慢的知道說 幾年下來你有一個數據 你的客戶 你的觀眾 要看什麼 那我們只要把他想要的給他 這樣就好了 他跟我剪的啊 他以前我在學的時候 他每次都給我練習啊 剪跟染啊 幾乎都是白天睡覺 上課睡覺 然後晚上出去 有人打我們就去支援 然後國中的時候呢 就喜歡替別人伸張正義 就是愛跟他出頭講義氣啊 小時候 結果常常我跟他媽媽去學校幫他 去散後 常常都都賠人家錢 傷腦筋了 頭痛 頭很痛 想要打棒球 對 因為我父親都看直棒 然後我每天這樣跟他看 看久了就想說自己打看看 發現自己的身材比較沒辦法 那我想說 如果這樣打一輩子 打不出名堂的話 我就放棄了 我父親就跟我講說 那你這麼喜歡愛漂亮 打扮自己就去做美髮 那時候住奶奶家 然後隔壁兩邊都做美髮的 所以朋友之間跑來跑去玩來玩去 就發現好像自己對愛漂亮這件事比較有興趣 可以嗎 很大 大概二三十個就算多了 因為那時候洗一個頭 是要洗半小時到一小時 第一家店前面三年都沒有賺錢 頂多就吃飯 夠用 有一次我女孩就問我說 你是不是生意不太好 然後我就回答說怎麼了嗎 他說因為你現在都很準時回家 好像真的要開始想辦法讓客人變多 後面是有一個員工跟我講說 老闆那個好像 你要不要經營網路 那到後面就好像有效 就慢慢的就是賺到錢弄設備 賺到錢買廣告 很多老客戶要看到的是 你有在成長 並不是說你賺到錢了 那你不回歸社會 你賺到錢了你變得很臭屁 所以我後來我酒家門市 我定期就會換設備 換招牌 換環境 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就覺得說 好像遇到問題 要改變的是自己 那為什麼我想要創業 第一個我想要證明給我媽媽看 那我創業的理念就很簡單 我把我這兩個地方的環境 的優點合起來 我要讓我的店在平價裡面 每年是學到東西 也賺得到錢 也有自己的生活 現在這個時代 你要靠一樣東西 賺錢賺十年賺二十年 是不可能的 你要做的是經營自己的影響 你自己的品牌 開展出這麼多店 我們這麼多人 可能是對社會是一種責任 然後對這些員工也是一個責任 就希望他好好經營這個事業 可以加油